接著看到 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洛表示 中共禁止美國企業3M在中國大陸工廠生產的口罩出口回美國 美國可能會下令從中國大陸撤回四家美國口罩工廠回到美國本土 而下一步也會引導更多的美國供應鏈回歸美國本土 另外 韓國也面臨著口罩短缺 現在也開始效法台灣當局的做法 在中國做了一群的東西 他們的第一件事是放在輸入限制 所以我們不能獲得任何的 他們的第二件事是 在中國大陸的3M在中國 避免他們送我們任何東西 我們這星期做的就是 放在特朗普的時間 用一萬億的面膜 去組織四個公司 在美國製造這些東西 另外 在韓國各地超商的口罩幾乎都缺貨 價格飆漲甚至有漲到9倍之多 仍然是大排長龍 而韓國的官方通訊社韓聯社指出 韓國可以參考台灣政府的口罩購買實名制度 並且也介紹了台灣對於口罩的管理 韓國政府也已經要效法台灣從今天開始 嚴格控管口罩出口 這做法比台灣晚了一個月